哈喽 欢迎回来 哈喽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 就是滤芯亚甲基兰测试台前 诶 飞飞啊 其实呢我们很多消费者 对于净水器的滤芯的进化能力是很好奇的 到底是怎么样去证明它的这个进化能力呢 好 那接下来呢 这项测试叫做亚甲基兰测试 那么这项测试呢 绝对让您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对滤芯有一个刷新三观的认知 诶 好的呀 那我们具体怎么操作呢 好的 首先呢 我们要穿上防护服 因为亚甲基兰本身它是一种强染设计 嗯 我们的防护措施必须要做好 对 接下来呢 我们将滤芯组装在这个桶里边 诶 这就是我们的 一支人的底座 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连接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将这个1%浓度的一个亚甲基兰溶液加入在这个桶里边 我的天哪 这么深的颜色感觉很难过滤掉吧 对的 所以说它是一种强染设计 要过滤掉它 需要一个强大的一个过滤性能 哇 那我事无以待 好 那我们开始 好 我们将亚甲基兰溶液加入进去 好 现在开水 这是纯净水吗 对 那等一下这里出来的话就是过滤后的水 我们等一下做一个对比 就是将未过滤的水 然后和过滤的水做一个对比 嗯 好 很期待 这里可能要稍等一下 因为它的水都是要经过这个桶 然后再经过滤芯 然后再排出来的 哦 好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们过滤后的水 这是已经是进化过的了 对 这个就是过滤后的水 太硬核了呀 刚才我们导进去那么深的颜色 现在是透明清澈的水 是的 我们可以接在这个桶里边 接在这个瓶子里边看一下 而且它的速度很快 这个就是过滤后的水 哦 大家看一下我们 刚才经过我们滤芯过滤以后 我们的溶液现在已经变成了 是一个清澈的一个状态了 透明 哦 透明状态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没有过滤的水 它是什么样子的 好 我们首先要打开这个桶 可以哦 哇 这个就是我们过滤后的滤芯 天呐 这就是我们刚才导进去的那个 对对 来 我们看一下 这是没有过滤后的水 这是没有过滤的 对 这是过滤后的部分 这是没有过滤的 对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那这个过滤后的水 那这个过滤后的水的话 它是非常透明 那么过滤前的水的话 就是看起来还是相当的难 那这就是可以看出我们滤芯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过滤性能 而我们的消费者朋友们 你们现在对于我们滤芯的净化能力 有了一个眼见为实的认证了吗 在这里呢 也提醒一下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因为这一项测试对于滤芯本身它是有损坏的 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在家里尝试 看来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滤芯 还要经过不同的磨练啊 那滤芯在我们这边相对来说 已经我们对滤芯已经是比较温柔的 那到了可靠性实验室 对于滤芯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孽 天呐 还有这样的实验室 那到底是质检的要求 还是人性的扭曲 接下来不如让我的小姐妹黄静 给大家揭秘吧